我們差點死在這個島上 今天突然要走,又有點捨不得 如果你想來,我下次再帶你來 好啊 師父,我們現在離開這裡了 你說不如我們幫這裡起個名字 起個名字? 是的 你在這個島上 用大石頭差點壓死那個小賊 我看就叫做壓鬼島又怎樣? 不要,以後想起這個島的時候 我就想起那隻小賊物,蓉兒不喜歡 蓉兒,那你說叫什麼名字好? 就叫明霞島,怎麼樣?靖哥哥 明霞島? 好聽 不要…明霞島真是屍遙雲 我覺得還是壓鬼島好 你看壓鬼島多容易記 你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不要啊,師父 你又玩容易 壓鬼島好 不要啊,師父 不要叫壓鬼島 靖兒,你覺得怎麼樣? 好像還是沒什麼感覺 怎麼會呢?叔叔一直按著經書上的內容 幫你療傷,怎麼會沒有好轉呢? 會不會是?這本經書只不過是盛名在外 絕對不可能 十八年前,王重陽為了保護這本書 不惜炸死,破了我的蝦母宮 還有老乞兒,分明中了我的蛇毒 但是不用幾天 他的功力就恢復了七八成 那又怎樣解釋呢? 或者… 是一七二的根基 不夠洪七公炸殺 才會不像他這樣,突飛猛盡 客兒,千萬別這麼說 就算叔叔,好盡所有功力 都會不惜一切代價,治好你的傷 萬萬不可 華山二次輪劍就在眼前 你為了這次的秘武 閉關秀連將近二十年 豈不是為了我,就壞了大事呢? 你就是我歐陽鋒唯一的傳人 白駝山的主人 我不會讓你有任何閃失 謝謝叔叔 摩漢史閣義,稟德霍紀印 金徹無詩 叔叔,你在讀什麼? 這段經文是有字無二 總之,我真的無法研究他為何要這樣寫 會不會是郭靖的傻小子胡亂寫 不會 那個傻小子不會寫得出這麼原妙的詞句 這段經文裡面,一定還有另一層意思 或許郭靖的小子會明白 總之,帶他們來吧 現在我們都離開了這麼久 去哪裡找他們呢? 王爺,我決定了 算了,立刻駛回去找郭靖的臭小子 歐陽先生,漫漫不可 我們這艘船已經行駛數天 如果現在回去找郭靖他們 定必大廢周章 是呀,我們這次去林安尋棧無目遺書 事關重大,一刻都不能答誤 歐陽先生,有話慢慢說 哈兒的腳一刻都不能答誤 是… 好,本王聽你說… 靖哥哥,靖哥哥,我出來人比較舒服 這個傻小子在大漠長大 從來沒在水上飄過這麼多天 再說,一隻小木佛和大船飛上來 始終是太遙了,肯定很想吐 那怎麼辦?照我們這個速度 到岸邊只約十天半個月 靖哥哥就這樣吐下去 牆都吐出來 沒事的,有他吐吐吐吐就習慣了 我… 靖哥哥,師父,怎麼辦? 我沒事 師父,你看那邊是甚麼 好像是一艘船大船 靖兒,有救了… 不要吐了… 靖哥哥,大船來了 救命呀… 救命呀,我們在這裡 這邊呀 這邊呀 靖兒,有大事的,不要吐了 你看 靖哥哥,是袁銀鴻煉 袁銀鴻煉,我終於找到你了 今天我一定要殺了你 為我爹報仇 對,我爹報仇 上人不行了, 上 楊康, 你是不是又拆了褲子 你是不是又拆了褲子 誰?誰是暗箭傷人? 我和暗箭傷人,沒人能夠吸上你 老毒物,我們倆真的有緣分 不過是隔了兩天又見面 你是不是只顧我? 陳兄,本來我和黑兒已經先行一步 但是還是覺得有點不妥 所以請皇爺回來接你 老毒物,你在這裡聲聲作態了 蓉兒,既然請我們坐大船 就要謝謝人家 原來這位就是洪七公洪老前輩 實敬實敬 兄弟,你不是和穆細姐回了猶家村嗎? 怎麼會和這個奸賊在一起? 穆細姐呢? 靖哥哥,我早就說過 這個人貪慕虛榮,認賊作父 還有什麼好問? 現在肯定有個叫袁銀康 兄弟,你難道忘了我們在爹娘牌位 面前發覺的誓言嗎? 這個奸賊害得我們家破人亡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的話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殺了他 為爹娘報仇 臭小子,胡說什麼? 等一會兒 王爺,這幾個人還是先留下來 我有用 但是 歐陽先生,你到底是幫哪一邊? 沒必要跟你解釋 我一個人不是你的對手 但是我們幾個加起來 你未必可以佔得到上風 好了 既然是歐陽先生的朋友 本王不會和這兩個 有乳臭味乾的霞兒計較 沙幫主,後醫爺 走 就招呼他們同船而行 好 好 靖兒 也要給人家面子 師父說得對 既然有人請我們坐船玩 那我們就恭敬不如從鳴吧 空弟 你難道忘記我們結拜事的約定了嗎? 靖哥哥 這個人的良心比較吃了 連自己親爹是誰都不記得 怎會記得和你的約定 好,走吧,蓉兒 靖兒,進去吧,我喜歡這艘船 蓉兒,你怎麼樣? 什麼樣子? 這個明明就是霍雜物的倉庫 你們怎麼可以讓七公主住在這裡? 船上的房間已經滿了 就委屈一下你們吧 不委屈… 我老黑衣天蕩被地蕩床多好 不要緊 師父,委屈你了 有什麼委屈?多好 這個歐陽鋒行為乖女 但是我們又必須依靠他 所以你要忍一忍 姓大師姐,不屈小子 爹放心,下意明白 來… 今天見到郭靖,武功不錯 這個小子命好,得到洪七公的珍傳 既然你們是二兄弟 他沒有教你兩宵嗎? 他怎麼肯教我? 你說,所謂的二兄弟 只不過是嘴巴說說 是嗎? 但是我今天見到郭靖 他的武功比在補應的時候 又更上一層 他有黃蓉那個丫頭相伴 可能在桃花島上 又得到什麼指點 爹,你為什麼突然對他這麼有興趣? 我就是想看看這個小子 到底有什麼本事 畢竟我們兩個人之間 不是還有殺父之仇嗎? 爹,你多慮了 他對你而言,又與庇佛與大樹之別 況且,下意也絕對不會 讓這種事情發生的 別提那個臭小子了 來,下意敬你 祝你祝你早日得到武武遺書 一統天下 好 來… 大玉柳,快點跟我們換個地方 要不然我們出去,我對你不客氣 叫誰大玉柳? 叫侯二爺 你要看清楚 好,你現在在海上,再說,在我們的船上 你要怎麼客氣 等我出去,我要把你頭上的幾個玉柳 一個一個全部全部割下來 還要一個一個這麼割,一刀全部割了 聽到沒有 聽不到 師父,總是要裝模樣,免得他們喜而心 沒錯 蓉兒,剛才在甲板上,你為什麼不讓我出手 如果這艘船上只有彭蓮虎他們幾個人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我只怕萬一歐陽鋒出手 所有人就知道師父失去功夫 到時候我們就麻煩了 蓉兒用的是空城計 但是,只要他們船上這群人不知道 師父是個廢人,誰敢弄我們 原來如此 剛才幸好蓉兒你阻止我 不然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只是這個秘密不知道可以隱瞞多久 剛才,歐陽鋒不只沒有幫袁顏洪烈 反而還幫我們 我覺得他應該是紀毀師父 不過,他為什麼要叫袁顏洪烈 把我們混在這裡呢 他明明已經得到九陰真經了 又怎麼會這麼好心分來接我們 歐陽鋒也算是一派宗師 他會不會是良心發現呢 靖哥哥,你太善良了 歐陽鋒是西毒,毒蟲、毒蛇、毒心肝 你不記得在肚子上他怎麼對我們 老毒物這個人絕對不會有這份善心 依我說,他應該遇到麻煩 別讓任何人進來 是 天啊 今天過程天之緣 但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武功大聚 要一夜苦練就點不成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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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兄,在這裡住得慣不慣? 你這個老毒物,還有面子來問我 所以就當酒拿給我 坐去炒得不香又沒味道 我會習慣嗎? 今天略被搏酒小菜,還請少納 你拿走來嗎? 老毒物,你開門見山說吧 把我們運在這裡到底有什麼目的? 克兒腳受傷之後潛心收窄 九陰真經的功夫 但是他的傷自今未見好轉 七兄,你中了我的蛇毒 但是不用幾天 你的武功就恢復了七八成 是怎麼做的? 當日在島上,你害得我們這麼慘 休想我們再幫你 師父,不要吃,小心他們下毒 不會的… 再說他現在有求於我們 怎麼會下毒呢?是不是? 老毒物 沒錯 但是呢,可能是挺好吃的 你想知道我用什麼招呼? 我是可以告訴你的,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你必須保證 我們上岸之後,讓我們安全離開 你們真的有什麼秘訣? 是… 是什麼?到底知道嗎? 當然知道,秘訣就在最後那一段 基哩瓜拉的怪物裡面 我果然是沒有猜錯 其實那段是吐火羅文 你聽起來是基哩瓜拉、霹哩啪啦 其實他來含心意 不是師父的傷又怎麼會喝得這麼快呢? 是不是?師父 師父 那當然,在裡面最…最關鍵的是 正義當時把那些… 那些刮啦啦、霹哩啪啦 那些咕嚕的怪物背出來之後 我也不認識 但蓉兒認識他幫我發熱得清楚 我招住一年 七天之後,神清氣索 我不知道功夫恢復了八九成 我臉上的皺紋都少了很多 是呀 老毒物 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年輕了很多 七兄,真是有奇巧 你看,你自己看看吧 你看,你看 黑兒的腳,又夠了 你們快告訴我 那些吐火羅文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靖哥哥傻 之前在船上幫你密寫經文 七天被你害死 我師父又受了傷 你以為這一次 我還會輕易相信你的話嗎 丫頭,你大可放心 這次絕對不會 你說不會就不會嗎? 我們憑什麼信你 那你說想怎麼樣? 等我們安全地上岸 我就告訴你 我沒有時間跟你慢慢玩 我只會給一天時間 把那些怪物替我翻譯出來 不是的話 你們就像老頑童一樣 被丟進大海撞身如風 靖兒,你也試試吧 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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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靖兒,你怎麼知道那段經文 是吐火羅文? 什麼吐火羅文?我認識仙奇 原來你是騙他的 我這個傻途兒 要不是蓉兒把這件事說得似無似弱 怎麼騙到老毒物? 如果我們騙不到老毒物 他會讓我們有命回到岸嗎? 現在只是暫時騙得到他 柯仁芳一定不會甘心 還會再來 蓉兒,你這麼聰明 到時再翻譯一段 假的經文給他就行了 這次就不同了 上次是因為九陰真經的經文 精妙高深 他一時三刻還沒參透 所以我們才有時間逃走 好,這次…這次是他質疑的腳受傷 他如果見不到真章 不會放過我們 最關鍵的是他之所以相信我的話 就是他以為師父的傷已經基本傳遇 如果讓他知道師父武功盡失 那我們就慘了 那怎麼辦? 我還沒想到 但是只要他不知道這個秘密 我們就有逃生機會 都沒有 紅色百,郭兄弟,蓉兒 你們也來了,太好了,請坐… 小動物,你的腳怎麼樣? 感謝蓉妹妹關心,還是這樣吧 不要說了,既然是請我們來吃飯 那大家就坐下吧, 吃吧 七兄, 請 今天這頓海鮮是家叔 特別吩咐人下海撈的 非常新鮮, 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手藝太差, 但材料尚算新鮮 別看著我吃, 一起吃 來, 蓉兒, 走吧, 來, 吃 七兄, 昨天我跟你說的事 你考慮得怎麼樣? 甚麼? 是, 去翻譯套菠蘿怪文的事 正是 這件事別問我了, 問我徒兒 我哪會吐菠蘿、吐骨頭的文? 我不懂 師父, 這個不錯, 試試 丫頭, 我叫你替我譯的怪文 你想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根本沒那麼複雜 只要他徒手打斷一百棵大樹 他直覺就有救了 信口之王 天下間哪有這樣的謀論 你不相信就算了 來, 師父 蓉兒, 我為什麼一定要打斷一百棵大樹? 所謂人途之夫助飾 思為盡德之功 殊不知尚達之事 圓通定為 體容相修 積動而靜, 須應而靈 也就是說, 他這隻腳不可以只躺在床上 要多多活動才行 原來越像 看來是我用錯了方法 英勇妹妹你一指點, 豁然開朗 我都想起了 當日在荒島之上 你叫我徒兒打一百棵大樹 我看他當時手都快打斷 所以去幫幫幫幫幫 我發現我身體的毒氣慢慢減弱了 是不是這樣? 是, 當初靖哥哥陪出那些怪物 我就發現其中的奧妙是 必須要來來相修, 才可以見效 玉妹妹, 你怎麼會認識兔火羅文? 桃花島上有一個啞捕 是來自兔火羅的彩花大道 專門加入老娘娘家婦女 我爹知道了, 就將她捉回來 學會了兔火羅文之後 就割了她的舌頭, 餵給狗吃 照你這麼說 我只要打斷一百棵大樹 腳就好起來? 是, 就是這麼說 但是在茫茫大海 要找一百棵大樹, 也不是那麼容易 丫頭, 你說她是真還是假? 信不信由你 不過這個療法是有期限的 過了期限就沒得救了 叔叔, 按照現在的速度 你們上岸還有兩三天 那怎麼辦? 師父 七兄, 你真的按照小丫頭說的樣子 才恢復武功 我老乞醫就會騙你嗎? 九陰震驚真是曠世罕見的奇書 好書 七兄, 我敬你一杯酒 好酒呀, 我老動物 師父, 這個… 好酒呀, 我老動物 怎麼樣?現在你信不信? 信… 好 鐵掌幫裘老頭的騙人還以挺有用 幸好靜兒把這班子孝敬給師父 謝謝 阿匡,我們要盡快想辦法救出七公他們 郭靖是你義兄,七公又是我恩人 如今他們有難,我們不可以不理 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是想,我們現在在海上 袁衙紅你身邊又有那麼多高手 想救他們,更難過登天 就算救了出來,他們可以去哪裡? 阿匡,你去找袁衙紅烈說說 叫他去放了七公他們 但是爹… 我又說袁衙紅烈,沒說要殺他們 郭靖在保應的時候 這麼想殺死袁衙紅烈 我想那個老賊絕對不會放過郭靖 念慈,你多心了 如果要殺,知情就殺了 何必拖到現在呢? 那為什麼要找他們? 放心,有我在,我不會被義兄有事 但是郭世帝被他們囚禁住 我們不切法營救 他們一定會誤會你的 天下間,只要你沒有誤會我就夠了 這幾天 爹夜夜難以入面 總是夢都過正 要殺了我,為他爹報仇說 康兒,可不可以為爹辦一件事? 幫爹搶去這個心頭大話 爹搶去這個心頭大話 一邊逼我做楊康,一邊叫我殺義兄 一邊逼我做楊康,一邊叫我殺義兄 一邊逼我做楊康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不要做楊康 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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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啊 好, 救我… 明明是水, 哪有酒味? 天天敷起我 大玉柳, 是不是你偷喝了? 誰…誰是大玉柳? 有的吃就吃多一點 還這麼多廢話 是… 蓉兒, 你為什麼不吃飯? 歐陽鋒和袁銀烈 這兩天都沒什麼動靜 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他不來騷擾我們不好嗎? 就算是歐陽鋒相信我的話 答應放走我們 但是袁銀烈, 他會答應嗎? 蓉兒, 你擔心什麼? 我也說不出是什麼 就是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在外面一直有人把守 我們怎麼才能出去呢? 他們說還有兩天就上岸了 我們要把握時間出去 歐陽鋒也答應了 會把我們安全送來的 你別傻了, 他不害我們 就謝天謝地了 蓉兒說得對 但是這個地方, 怎麼才能出去呢? 如果是以前 師父帶你們一起衝出去 師父, 蓉兒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帶你們衝出去 目前敵強我弱, 不可以硬碰 我要爆發了 我要令大玉樓乖乖打開門 放我們出去 侯大人… 快出去了 放下, 走… 是 吃飯吧 來 人呢? 人呢? 跑掉了 失魂了, 怎麼了? 人, 跑掉了 誰呀? 郭靖, 郭靖他們跑掉了 我又不是 我沒有 我沒用 吃飯 吃飯 我又不是 吃飯 吃飯 沒什麼 快點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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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我都說了, 我有辦法讓大幼樓 放我們出來 蓉兒, 你真聰明 別說了, 快走 來 來 靖哥哥 爹 王爺 怎麼樣?找到嗎? 一間間搜過, 連人影也看不到 莫非他們生了一雙飛走? 那個倉庫是同場鐵壁插翅蘭飛 怎麼會這樣? 你剛才說什麼? 我…我剛才說那個倉庫是同場鐵壁 他們插翅都難飛 我知道他們在哪兒 跟我來 小王爺, 這個倉庫我已經仔細搜查過了 打開他 人家, 喬開這裡 你這個笨蛋 他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這裡 是你開門放他們走的 被這倉庫小鬼騙了 小船, 他們肯定是偷小船離開 靖哥哥, 你快找找找 船上有沒有小山板? 師父 站住 老道文, 你為什麼那個不算數? 你答應保護我們安全 但是我沒有答應過 放你們走 你… 歐陽鋒, 你卑鄙無恥 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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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母 老毒味的穴你選不了 師父 盧刻意 原來你的武功早就沒有了 是呀, 劉鋒爾現在是廢人一個 要打要殺隨便你 但是你如果敢傷我徒兒 那你就和天下的丐幫為敵 老道文 你今天如果敢傷我師父和靖哥哥 你就永遠都不會知道怪物的意思 你那個侄兒 就讓他一輩子都閉革了 歐陽鋒 你想殺師父和蓉兒 你就先殺了我 小王, 由我歐陽鋒在此 對付這幾個人 難道還需要幫忙嗎 誰會被你殺死 你去救救人 退了 真成功 這麼多人帶你到處 太好了 老乞丐,你在這兒玩什麼? 你還沒死嗎?你還不幫忙? 你先求求我,求求我 好 師父 什麼事?被老毒物點了嗎? 給他暗算,算來話長,在日後慢慢說 慢慢說…玉兒 郭兄弟,真的很久沒見了 周大哥 你們為什麼在這艘船上? 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好玩?遇上我 遇上我一起玩,玩什麼? 你怎麼玩什麼? 老頑童,你只懂得玩 現在有人要欺負你的結拜兄弟 你怎麼看? 誰?誰這麼膽敢欺負你? 誰?誰?誰? 你?還是你? 周伯通,上次你給我打賭 你輸了,自己跳海為雨 還有河顏面,有命回來 是…老毒物,你這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 但是說話放屁要分得清清楚楚 別讓其他人聽得一塌糊塗 別讓人家誤會 不知道這句話是由上面說出來的 還是由下面放出來的,是不是? 說什麼由上由下? 老爸,你我打賭你輸了,就應該懸賭服輸 周伯通,他當日是故意害你 你千萬別再上他的攤 但是,說一說就不對 自己說過的數碼 就要一年記出司馬難追 老阿姨,我說不說對嗎? 對 師父 但是呢,打到勝負就尚未分明 老阿姨,你最公道,你來做個評判 說來聽聽吧 好 當初呢,他說如果把海裡的鯊魚 全部殺死,一條不留 那我就要答應他一件事 或許我要自己跳到海裡 沒錯,有這樣的事 是呀,最後你輸了,你就跳到海 錯… 這麼打理,你看看這隻是什麼 當日黃老爺被我們的船沖到海 在海裡四周都是夾斑圍安 亂七八糟的望求 我跳到海之後,發現你不是殺兄的嘴? 被這隻鬼卡住了 他根本沒辦法類成那些有毒的鯊魚肉 幸好有這隻木棍 才令我那位殺兄死裡逃生 越來越此 歐陽鋒,你輸了 世間哪有這麼巧合的事 一定是你貪生怕死找的藉口 不可以聽你一面之詞 這樣無法做出公正的判決 嗯… 尺老兄 你說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